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针对国内近期不断有人挑起种族和宗教情绪课题 首先安华今天在内阁会议结束后召开记者会 对散播种族或宗教仇恨者发出严厉警告 并表明政府不会容忍分裂各族的行为 安华还说一些失去权力的人不断利用种族情绪 声称穷人会被剥削造成国家不和谐 而他已经指示国家安全部队对可能引发的骚乱保持警惕 那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行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相安华今天在内阁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重申 政府的政策十分明确 就是朝着昌明大马的方向前进 凝聚不同种族和宗教人民的团结精神 安华也举例 像是清体部早前举办的探访教堂活动引起争议 应该透过对话来解决 也有什么关系统的关系统 关系统议 关系统议 在对话来解决时 或是要判断的关系统认 或者要判断的关系统认 也要继统认 在此时里的关系统认 关系统认 一切关系统认 关系统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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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